那這些議員的選區都是主要搭乘火車的通勤組 可是我們剛剛看整個台點的頒表 我們看到了不是只有下午的兩個小時沒有車 一路在全線都在減 尤其是通勤時間也減班 等一下請兩個議員補充一下 那最近大家就是非常關注的就是說 第一個 你這個減班減那麼多 是不是其實要廢台鐵 那兩年前是我們出面那個時候是廢台鐵 他們一出來是要廢那個站 其實我們跟台鐵理論上我們應該是立場是一樣的 5.33這一班也停 然後6.49也停 7.24也停 7.56也停 其實這個停的這個是四班 對通學跟通勤的這些工作者是影響很大 那再來是8點37 12點31 下午3點34 然後接著呢 就是晚上的6點16 6點59 7點59 9點24 總共14班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很簡單 就是疫情 我的司機員我天天在管控 我天天在管控他們司機員的那個 那個確診的人 到昨天還40個人 所以影響到我們的運作很大 並沒有任何的說有什麼其他因素都沒有 因為是疫情導致我司機員就沒辦法出來 那我就停一些班 但是通勤的班次 我們真的是第一次 我們第一次訂出來之後 馬上很多很多意見進來 我們就把通勤的人 那個車是再補回去 差不多10班車 我記得差不多10班車 因為那會議是我開的 我們是政府又變得六億 要改成績轉運中醫 就是要讓開得的效能跟服務提升 結果你沒有提升 你現在要劃減班 這是不合理的 第一點 那第二點不合理 你們用疫情 我更不能接受啊 那醫療院所是不是也要減班來看病 沒有啊 人家各縣市政府跟醫院都是怎麼樣 擴大去找 你們看人我們知道 但是你可以回憑退休人員 醫療院不是這樣子嗎 對啦 你要想辦法 你不能說你人少人 你就給我減班 一個立場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維持台鐵 對於通勤族的一個服務 我們不希望通勤族 久了久了 因為沒有火之後 我就去搭別人 請期待 記者黃日生 紀詠報道 台詞 比較 你 你 咦 咦